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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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张照片就在网上突然一下火了 所以当时这张图现在网上还微博上火了之后 就很多人在下面就刷评论嘛 说不要去采访她 我不想让她知道她就是张继克的女朋友 我们现场来了一位李约的最美观众 我就特别为我们的韩孟宇担心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利哥好 大家好 我叫韩孟宇 今年21岁 来自西安交通大学 现在是一名大四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两位很有意思 女的叫吴霸天 男的叫韩孟宇 在我看来你们俩的名字换一换 好像也没有任何的违和之感 马上就要比赛了 有什么样的挑战宣言要说给对方听 我就一句话 我要让你摇不到台 那你什么 意思就是说让你下不了台 就是说打不上题 我觉得我天歌这个名字虽然霸气外露 但是难免多了一些那种张扬之意 我觉得可能不利于我天歌接下来的备战 我觉得我会赢 好 我们第一轮第一组的比赛正式开始 请你们根据四幅图片 联想一种 实物 为什么要放我和我孩子的照片 他就知道了 这你都能猜出来 因为那句台词很明显 什么 妖怪还我爷爷 经典动画葫芦娃 但是是食物 所以是什么食物 你不知道有一种食物叫做西葫芦吗 凌乱的 确定吗 西葫芦 确定 哇 天呐 我在旁边受到了一千点的伤害 杨你还好吧 还好 话筒可以掉 发型不能乱 继续答题 我们来看图2 一串很奇怪的 看着也不太像英文的字符 如果你们还猜不出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提示 诶 这是什么 这是长在 这是苦瓜吗 苦瓜比这个长 我们要看最后一个提示吗 要看 要看 好 他又知道了 又是你 你 我觉得第二个 他跟他的那个混乱的字母拼起来很像巧克力 就是巧克力 我看到第三张图的时候 能猜到它是一种食物的果实 但是我看到第四张图我决定再赌一把 因为巧克力代表着情人之间的爱情 是否正确 恭喜你回答正确 这个提示我先明白了 图1 因为我儿子叫巧克力 然后图2 这个其实就是巧克力的鼻祖 它的意思是苦水 第三个你跟他说的很对 就是可可树 第四个就是情人之间 巧克力代表他们甜蜜的爱情 巧克力 天歌啊 刚才说的那么霸气 两次的抢答都没有抢过人家 没事啦 我就是赢个气势而已 来 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目 这道题目 请你们根据图片联想一个汉字 这个很简单啊 什么 嘴巴 嘴 不 口 牙齿 舌头 所以还是口 我觉得是口 因为有牙齿 确定吗? 我们来看看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恭喜你回答正确 哇 好害怕 我觉得好害怕 好厉害 我们先把第二个提示看完好不好 这是口的甲骨文写法 来我们来看看最后的答案就是口 他的本意是人口腔器官 是一个象形字 沿用至今 他还可以用作量词 比如说一口井 恭喜你回答正确 现在你们是1比1打平了 还有最后一道题目 谁赢 谁能够坐到我们的椅子上 谁输 你回西安 你回重庆 机票自理 没事 来我们来看你们的最后一道题目 第三题 请先看视频 早就跳到哪里 白语 嘙 嘠 你去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香糖广告 对 但是它三个镜头都出现了车 霸天的答案是汽车广告 我们来看对不对 回答错误 来 韩梦渝 你的答案是 因为我觉得她描述的一个情况 一个前期小的善举可以在后来换回她 没有办法想到那种美好的回报 一个串换一个妞 就赚了 是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金融投资产品 可以这样讲 我们来看一下韩梦渝 她的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我们来看结果 对了 恭喜你 回答正确 我们继续把这个广告看完 恭喜韩梦渝回答正确 来吧 掌声送给天哥刚才白霸气了 谢谢这个重庆妹子 没有 我走之前也要送韩梦渝一句话 改里歪 又是什么意思 我也听不懂 就是算你厉害 行吧 来 谢谢吴霸天 来吧 身后一到六号礼盒 选择一个 四号 礼盒开启 188元的红包 参与微信摇一摇 购买艺员公益福袋 就有可能把这些大奖拿回家 来 恭喜我们的韩梦渝 请坐上自己保重 让我们有请第二组选手 一位是北大文理兼修女博士陈庚 何处秋风至 萧萧宋燕群 另一位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 核安全工程师熊张辉 这次有意思了 清华北大 我非常喜欢看你们两个 学霸之间的互掐 来 让我们先认识一下 这位陈博士 大家好 我叫陈庚 来自北京大学工学院 我的研究方向是 智能康复机器人 我相信未来的世界 一定是智能和科技化的 而发明创造创新的基石 就是联想 今天来到我是联想王 就是为了让你们见证 一个工科女博士 改变世界的联想力 好奇 智能什么机器人 智能康复机器人 是干嘛用的 增强人的功能 治疗病患 复健方面的功效 还有就是军用 那平常我们民用当中 最常见的是 智能甲肢 还有中风患者帮助复健 因为中国人口在老龄化 世界人口也在老龄化 我们希望将来照顾老人 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哎呀 功德无量 好 欢迎陈博士 这位来熊 张辉 清华的 今日来到联想王 所有的荣耀我拿走 我是核工业的 张一山 是谁告诉你你是张一山的 我自诩的 我这个普通武艳族都看不下去了 您现在做的是核安全方面的工作 对 其实呢大家挺放心 核电站十分的安全 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 香蕉其实也是含辐射的 其实即使是居住在 核电站周边的公众 他们一年所获得的剂量 还不如您吃一根香蕉呢 正好啊 我今天带来一根香蕉 白叔 你想不想尝一下 你想干嘛 让你体现一下你真男人的一面 尝一口 哎 不 不 我 为什么香蕉的辐射这么大 因为香蕉体内含有甲四石 甲四石呢是一种放射性同位素 所以呢它对人体会产生内罩式剂量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它剂量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马上要比赛了 北大的有没有什么横花要放给清华的 我想说北大一直都看不上清华 而且你这种学历拿出来就是被碾压的 就算我学历比你低啊 那我也是你师兄 怎么说 防火 防盗 防师兄 为什么要防啊 就是因为师兄能力强 今天啊我一定要把你拿下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来 我们这一轮第二组的比赛正式开始 请看提示一 大哥我还没有说这是什么题目 我想先抢了再思考 如果他这道题我念出答案 他没有回答正确的话 我希望他把脸凑到那个喷的前面好不好 同意 我的题目是 请根据四幅图片的提示 联想一种生活用品 来 猜 这个狗是在甩干自己吗 所以我猜可能是吹风气 把眼睛闭好 我们来看看是否正确 我的发型有没有乱 没有没有没有 还是很张一山 比张一山还帅了 别着急 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片的提示 又是你 我发现这哥们是不看题 我怕我今天不答题我就下去了 来 你告诉我这次你的答案 洗衣部的时候啊 你叫除那个污渍 所以我的答案是 松下洗衣机 我答对了这台洗衣机能归我吗 你答对了这台洗衣机 我就拿走 行 他的答案洗衣机 松下洗衣机会不会被喷 耶 这台松下洗衣机送给我了 我们家所有的松下齐活了 就差一台松下洗衣机 我们来看看第三张图片 博士你看得懂这个提示吗 我觉得那个除了绰号和对号以外 两幅图完全一样啊 这个我要告诉你 这个标志是咱们松下的 意味着松下洗衣机 什么都能洗 就包括那种很多洗衣机 不能洗那种丝绸啊 棉绸啊 容易洗烂的唇毛的东西啊 我们都能洗 来第四张图片 高圆圆 她是松下的代言人 第一张图片 这个狗狗甩水的样子 为什么跟洗衣机有关呢 甩啊 太骚了 洗衣机甩干的原理 其实跟狗狗把身上的毛 甩干的原理特别像 对 她呢都是用离心的原理 去甩干的 答案就是 松下洗衣机 我听说的松下洗衣机呢 马上要推出这个 超薄滚筒洗衣机 更加方便 更加洁净 家里还缺松下洗衣机吗 缺 以前用的 现在要更新了 好的 这台我希望能够送给你 但是 这是我永远站在女士的这一边 因为接下来这道题目 我要告诉你的是 有可能我们的博士会回答正确 因为它是北大的 来 我们来看你们的第二题 我就赌一次吧 应该是长征诗里最著名的那首七绿长征 金沙水拍云雅暖 大肚桥横 铁索寒 OK 你很聪明 你把我们的整个背景 节目调调 然后编导的思路 出题组的思路 猜得一清二楚 我们来看结果 欢迎回来 你现在收看的是由松下电器 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江西卫视 公益一致节目 我是联想王 我们来看结果 我们来看最终的正确答案就是 金沙水拍云雅暖 大肚桥横铁索寒 掌声送给北大博士 太难了 每次我从上海坐高铁路过那些崇山峻岭的时候 哎呀我就在感慨 当年的这些红军真了不起 你想当年他们如果从井冈山出发 这个地貌都差不多 多难哪 前有追兵 后有堵截 上面还有飞机的轰炸 所以真的咱们的这个红军战是不容易的 我们看你们的决胜题 这道题请你们根据图片联想一个成语 哎这回没人抢答了啊 来我们来看 题是二 我们来看下一个提示 熊同志 我想想前面两个字 如果都是口的话 可能是口口相传 但如果也有可能是 最外面是里面可能还藏着什么东西 告诉我们你的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猜一个复杂一点的吧 无伦吞枣 来我们来看熊张辉 这次的答案是否正确 恭喜你回答正确 下一个提示 枣 出到这个就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答案是无伦吞枣 好 陈根 我觉得祝福清华 毕竟我们也是多年的好邻居 希望能一起努力 熊学士 身后还有亮着灯的几个礼盒 选择一个 这个 礼盒开启 88月的红包不过也不错了 如果想拿走它 购买一元公益福袋 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大奖 每期节目我们将有五次的开奖机会 来掌声送给我们的熊同志 坐上经济宝座 让我们有请第三组选手 一位是90后创意沙画师谢璇燕 另外一位是千面女郎吴孟非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梦想前真的梦 非比寻常的飞 我的风格百变 喜欢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目前姓名平面模特 我希望我能在这个舞台上 展现我非凡的魅力 孟非现在主要是拍什么的平面 我平常拍一些平面和广告 除了这些吧 我还做过舞蹈演员 健身教练 当过厨师 然后拍过电影和广告 明明可以靠自己的才华取胜 但偏偏只能靠连单混 平面模特都有一个基本功能 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做不同的造型 对对对 连拍之类的 你在最短的时间内 都能做哪些表情 好吧 我一点都不建议 可以跟你一起搭一下 来吧 我们要做为哪一款产品呢 礼服婚纱的展示 今天我也穿得很正式 来吧 我都不敢看他了 然后你是体育生出生对吧 我学过七年的体育 五年的舞蹈 我的初中高中大学 都是以特长生的身份 优先教路的 哎呦 太厉害了 我主要是跑得跨栏 然后成绩是16秒多 刘湘是12秒88 创了16秒多 女子 还可以 如果到了12秒就进国家队 我就不站在这儿了 来 让我们欢迎孟非 接下来 这个不能直呼她的名字 玄夜 我的娘咧 这不是皇上的名字吗 爱情平身 小玄子 您怎么来了 咱们不开玩笑了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谢玄夜 我是一个90后的沙画师 一幅幅画面呢 在我脑子里 通过联想力 迸发出无数的可能性 抓起把沙子 手起沙落 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所以说 我的联想力是非常强大的 作为我的对手 您可要小心了 今天你带什么作品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对 其实我是带这道题来的 这个考试的方式 叫做我画你猜 帮您猜一下这个主题 表达的什么 好 那你先画吧 好的 三个字对吗 对 亚当夏娃 苹果树 创世记 什么公主啊 雅典娜 这又是谁 还是个男的 这眼睛画得好 你画的是我呀 哦 真的是我 哎 我不得不说 你眼睛画得特别像 就是我这个侧面 那咱们的答案呢 不是百克力对吗 不对 应该是联想力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比赛之前有没有什么样的宣言要讲给对手听 虽然如果你刚才出场的舞步跳得很有节奏感 但是你的节奏跟不上我的脑洞 哎呀 这个好狠啊 是吗 你说节奏感 我就怕我小宇宙爆发天马行宫 你驾驭不了我呀 那咱们就走着瞧 我们知道题目是 请根据图片联想两位明星 请上 孟非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两位女演员 一个是袁珊珊 一个是杨幂 她们都演了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恭喜你回答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幅图片是怎么组合起来的 哇 他们俩的眼睛还真是够像的 来 我们来看你们的第二道题目 小璇子你要加油了 好的 第二道题目是一段音乐题 我们先来听题目 请问这段音乐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A 悲伤 B 盼望 C 紧张 D 愉悦 别看我是个90后 这首歌我特别熟 叫做硬珊红 这首歌歌词大意 好像是期盼红军归来 表达的意思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盼望啊 思念的感觉 我们来看小璇子回答是否正确 你为什么会对这段音乐特别熟悉呢 因为我一个是喜欢看电影 闪闪红星 地道战啊 地雷战 南征北战啊 基本都看过 所以说里面的音乐我也特别熟 平常孟非你会看这种老片吗 我平常看片子比较少 但是我听歌听的比较多 在我们学校舞蹈考试的时候 老师就给你一段音乐 让你继续舞蹈 你要是跳错了旋律 你就挂科了 好 来 下一道题目 请根据似伏图的提示 联想一种动物 又是小圈子抢到了 柳树嘛 那就是春天到了 那我觉得应该是燕子来了 从柳树你就联想到燕子 春天会有很多动物哦 孟非你怎么看 我觉得有树肯定有草有花有鸟 我觉得应该也是燕子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小圈子会不会被喷 如果她这次没有被喷 那么她直接晋级 三 二 一 我的天哪 你看到这个想到燕子 我觉得你们俩的思路都很厉害 但是她的手比你快那么一丢丢 不好意思啊 孟非 我都说你的节奏跟不上我的脑洞 还在那嘚瑟呢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题看完 我们来看第二张图片 剪刀 燕子的尾巴像剪刀 图三 燕窝 图四 小燕子 这就很明显了 所以我们的最后答案就是燕子 掌声送给我们的吴孟非 谢谢你的参与 小圈子 你的身后亮灯的礼盒当中 还藏有两台洗衣机 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 这个吧 行吗 礼盒开启 恭喜你获得了由松下电器提供的 泡沫镜波轮洗衣机台 以创新洗涤科技为您开启全新质感生活 让爱尽在身边 当然了 这台泡沫镜洗衣机 我们也会送给电视机前的您 只要拿起手机 微信也要购买 一元公司不带 就有机会拿走大奖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 第二轮要考验三位选手的再造联想能力 而我们的比赛规则非常简单 我们的嘉宾比划 我们的选手来猜 谁第一个耗尽90秒 炸弹爆炸 他就会被淘汰 来 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表演嘉宾 欢迎天佑兄 天佑兄 你很红啊 还好 可能很多人对喊麦还不是很了解 首先你得给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喊麦 就相当于说放一个 比较自己喜欢的观众 然后跟着自己的鼓点 可能说他不需要像写歌 那么多的深情大义 但是能表达出自己想喊的 那一些顺口的东西 你现在有多少粉丝 两千多万左右吧 两千多万粉丝 收入很可观吧 还好 就别人喊麦可能都是一种声音 但是我听说你喊麦 能够变换不同的声线 喂 好 这不是善田芳的声音吗 那不是 有很多很多种 因为要是干说的话会比有刚啊 我们不如现场就来段音乐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 来 开始 这条好厉害 这条好厉害 哎呦 这个就是传说当中中国喊麦界最红的一首歌曲 一人你饮酒醉是吗 应该是传唱度比较高 不算是最红 这样啊 我觉得今天机会特别难得 我觉得要不要年轻人 跟咱们天佑兄来玩个互动 有没有人会用方言 哎呦这有自告愤怒 来 这位兄弟 天佑做的这首词 用南昌话喊出来行不行 我随便讲两句 要不要音乐 来 来 音乐走起来 咱的太好了 一句没听懂啊 就完全是用他的话翻译成南昌话 南昌方言 谢谢小伙子 来 掌声送给他 那我跟你说 接下来咱们不能说话了 我们得用肢体来表现 因为你的表现直接影响着谁 能够获得我们本期的联想王 天佑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哎呀你又变声了 让我们欢迎进入第二轮的三位选手 三位大老爷们儿 你们各自淘汰了你们的女对手来到这里 每人都有90秒的时间 时间耗尽 炸弹依旧会爆炸 在这一轮我们会淘汰一位选手 但是我们的比赛会进行到底 坚持到最后的人 在第三轮有两项特权 规则都很清楚了 三位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各就各位 三 二 一 开始 两个字 小丑 回答正确 来 小熊 两个字 跳远 正确 小圈子 三个字 关也关 正确 两个字 天使 诶 正确 到你了 两个字 二康 来 下一个 三个字 跳远 三个字 衝高跳 正确 撑干跳 来 三个字 他在干嘛 哭 拉正 三个笨鬼脸 正确 三个字 三个字 跑步 体育运动 三个字 球 打桌球 打台球 三字 过 过 来 下一个 左耳都进 右耳都出 回答正确 算你对 来 三个字 来 三个字 大象 三个字 形容一种长相 特殊的五官 大象笔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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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下一道题 四个字 一个成语 木刀火达 开锅木鸡 正确 来 三个字 打哈欠 打哈欠 正确 小熊 两个字 杂技项目 分键 正确 来 三个字 人字拖 正确 哎 这个很好 华 两个字 华 一个动物 一个动物 华 青蛙 回答正确 来 小熊 还有四十几秒 四个字 一个成语 生无可恋 热气生悲 回答正确 来 漂亮 小拳子 三个字 猴巴 梳的猴巴 三个字 女孩子 女孩子的一个 妈 妈也变 正确 小韩 三个字 扫空气 回答正确 小熊 你还有四十一秒 四个字 六指其膜 回答正确 哎呦 不错 来 两个字 他在干嘛 两个字 我每天做的 直播 回答正确 来 小韩 你还有五十六秒 时间最多 三个字 手指甲 减指甲 回答正确 小熊 你还有三十三秒 成语 十上八下 回答正确 你还有二十一秒 小拳子 你的时间最少 加油 两个字 呃 呃 那个 过 中个字 什么 过 下一个 下一个 来 三个字 十五一 八 正确 来 七 横着走 螃蟹 回答正确 两个字 快要回答正确 你还有最后六秒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成金 小玄子 顿架崩了 真 哈哈哈哈 我亲父亲 恭送皇上 好 我们送走了小皇上小玄子 我们的比赛还要继续 现在你的时间45秒 小熊你的时间22秒 虽然看起来你占劣势 但万一他有一道题卡住 也许赢的人就是你 其实机会都差不多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3 2 1 开始 三个字 过 过 两个字 跟我走 导游 正确跟我走 来 22秒小熊 三 五个字 身体包装空 五个字 明天艺人经常天桥眼的 我是大石 正确 来 33秒 四个字 四个字成语 过 你还有18秒 三个字 过 过 过 好 最后一次过了 三个字 不能再过了 再一个过 5 7 3 2 击飞弹打 1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来 来到中间 你那一下被抱的那一瞬间特别帅 特别像杨阳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是你人生中绽放的一刻 谢谢丽哥 我说什么来着 你极有可能你信不信我 不要抱我 我怕你爆炸 哈哈哈 来 恭喜你 你们两个人呢都可以进入到下一轮 但是小熊你在下一轮拥有两项特权 来 下去准备一下我们第三轮再见 当然天佑来 今天呢你也要给我们送一点礼物 好 身后还有三个亮着灯的礼品盒 好 选择一个送给我们的观众 来 请 礼盒开启 我们的天佑给我们的观众抽中的是 清静乐系列波轮洗衣机 当然了您可以购买一元的工艺服带 就有机会拿走这台洗衣机 谢谢天佑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回头我关注你啊 我给你送礼物 再见 欢迎进入到最后一轮的两位男士 欢迎你们 都是高智商的选手 在这一轮呢要考验的是你们的归纳联想能力 今年都知道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也和长征有关 你们也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巨大的炸弹 我们给你们提供了16条线索 请你们今天要看大屏幕 剪除和长征无关的选项 只要剪错一根线索 炸弹就会爆炸 对方就会获得比赛最终的胜利 那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则 熊张辉你有优先简线的权利 当然遇到不太确定答案的时候 也可以求助我们现场的观众 两位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我们第三轮的比赛正式开始 你们先来看看今天你们要面对的16条线索 第一条11省 2.红湖赤卫队 3.飞夺炉定桥 4.石宋红军 5.七月七日 6.鸡毛信 7.王二小 8.雄关漫道真如铁 9.江西于东 10.刘胡兰 11.英雄儿女 12.挺进大别山 13.尊义慧义 14.董存锐 15.爬雪山过草地 16.雷锋 小熊 只要你有信心的话 你可以随时开简 我先简十号吧 刘胡兰 我们来看 这个选择是否正确 恭喜你回答正确 刘胡兰确实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 来 小汉 我的选择是减掉16的雷锋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雷锋是解放之后的事情 他做好事被大家记在心上 我们来看他的选择 是否正确 小熊 我就按照我之前的思路吧 董存锐 剪掉 来看结果 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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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回答正确 正确 正确的答案 看着每道题都和长征有关 难度越来越大 我选择剪掉5号 7月7日 5号线索7月7日 5号线索7月7日 我们来看这个炸弹会不会爆炸 恭喜你回答正确 我选6号 6号鸡毛信 这个选择会不会让炸弹爆炸 会不会让他本来有很好的两项特权 功亏一篑 恭喜你回答正确 恭喜你回答正确 这次我决定剪掉7号 王二小 王二小 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记错 恭喜你回答正确 难度越来越高 接下来的答案 看起来都很有迷惑性 小熊你要不要使用你的特权 如果你对自己足够自信的话 就自己来 我再相信自己一次吧 我选12挺进大别山 挺进大别山 知道是哪支部队吗 刘邓大军 我们来看最后的结果 我选三个死 脑袋 世界最后的结果 代表 GCN 叫Sk 恭喜你回答正确 我选择截掉11号线 英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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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炸弹会不会爆炸 恭喜你 回答正确 英雄儿女是抗美援朝期间发生的事情 以抗美援朝为背景 来 难度越来越大 我想知道有几个是关于长征的 我不能告诉你 我心中能确定的是四个 所以我想求助一下观众吧 求助现场观众 拜托大家了 来 现场观众 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告诉我们的熊张辉 来 大家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搜索我是联想王 里面有一个 我要参与 你们可以勾选出你们的答案 我们观众的给了你三个选项 分别是11省2洪湖智卫队 还有我们的13遵义会议 这是三个呼声比较高的答案 看你自己的选择 我选2洪湖智卫队 不是2吗 观众也很纠结 我也不能告诉你答案 遵义 怎么办呢 来吧 做一个决定 1 选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以后好好学历史 这是你选择观众的一个答案 但如果这道题你要答错的话 你会不会怨恨我们的观众 不会啊 我们一起学历史 11省 来 我们等待最后的结果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松下电器 独家冠名在主播出的 江细卫视公益一致节目 我是联想王 11省 来 我们等待最后的结果 一送离一颗红军 哎呀 怎么办呢 我就问你了 如果观众给你的答案 你要答错了 会不会怨恨观众 不会不会 我确实不知道 我觉得自己以后要多补补历史 谢谢 其实你刚才 你特别决绝地要选红湖智慧队 我就说完了 小韩要输了 结果你选了一号 来 两位到这里 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 11省 长征经过了11省 飞夺卢定桥 就是其中的一场战役 石宋红军 5号线索 雄关漫道 真如铁市 毛泽东 长征时期 疫情额 楼山关当中的诗词 还有我们的6号 江西渝都 这是长征的出发地 而遵义会议 是我党历史上 非常非常著名的一次会议 爬雪山过草地 这个没什么争议 就是长征时候 我们从小都知道的故事 今天你在一个 非常有力的局面下 失去了这个优先权 然后我觉得是把这份胜利 送给了你的对手 来 全场恭喜韩梦宇 获得了本期的联想王 本期大展也产生了 就是由松下电信 送出的型号为 MA6152的席机台 松下席机 以创新洗离科技 为您开启全新质感生活 让爱静在身边 当然我们这台 MA6152席机 送给我们电视机节的观众 也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们奉劝的爱心 使用我们的爱心幼儿园 能够早日建成 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 江西卫视 我是联想王 现在就可以在微信上 搜索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加入我们的节目 和我们一起激热脑力吧 谢谢各位的参与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什么才是潇洒的魔术 现场呢 你们能够想到什么东西呢 我都可以变出来给大家看 能救 我现在没有东西了 23 好厉害 好神奇啊 能现场撩妹 独一无二的一张扑合台 要养住 你好快哦 我要在中间 防止你搞事情 奇迹降临的瞬间 还能答题迎先机 下周二晚上9点一刻 将去为是松下电器 我是联想王 魔术师 遇见元气小网红 优优独播剧下坠